哈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Jen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聊一下如何最简单高效地释放旧故事 跳出旧故事所带来的负面情绪循环,迈向人生的新篇章 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以不同的心态面对旧故事 有时候,我们要温柔一点,允许自己脆弱 允许自己依然沉迷其中,不可自拔 旧故事之所以如同最美的毒药难以戒除 是因为,那段关系中,我们实实在在地付出了真心 我们也曾拥有美好的回忆 当我们真正回归自己后,我们会发现 我们用美好的眼睛看着对方 对方因此变得美好可爱 承认及察觉 我们希望对方有所变化 除了我们自身想要认同以外 对方确实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只能为自己负责 一个人只有背负自己人生的能力 没必要要求别人改正 因为那是他们的人生,他们的责任 回归自己指的是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并有自己的边界 不为别人负责 也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旧故事中的负面情绪 别人的不公正对待 之所以会伤害我们,让我们内耗 是因为,我们一遍遍地把吐出来的口香糖 塞回嘴里,继续咀嚼 下一次,当你再感受到回顾旧故事的痛苦时 问自己两个问题 我还要再继续咀嚼吃过的口香糖吗? 要嚼多久才能感受到恶心 彻彻底底地把它吐到垃圾桶呢? 希望这个简单的小技巧能帮助大家 走出一遍遍被旧故事触发的恶性循环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Jenny 感谢你的收听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